欢迎收看3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生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太平洋公园北冰段极限运动场 屋顶薄膜新建工程动土典礼 8号上午即时在县长徐真卫的主持下 举行开工动土仪式 包括副议长徐雪玉以及多位县议员均来参加 由于物价成本提高 延伸顶棚建设的经费预算增加 而总工程的经费修正为1亿2400万元 预计赶在年底完工启用 在占谷雷鸣以及祥师县锐之后 县长徐真卫副议长徐雪玉 以及多位县议员的共同上香 为太平洋公园北冰段极限运动场 屋顶薄膜新建工程 祈求施工期间顺利 第一产动土电机开工平安大吉大利 打造花莲为运动宜居城市 得根基底部现运昌隆 再造花莲为运动休闲城市 县府近年来积极优化提升太平洋公园 极限运动场就是其中投入的建设之一 不过这里的场地长期受到太平洋强风和阳光照射 所以极限运动爱好者希望这个运动场有一个延伸的屋顶 而原本要花7400万元建设经费 修正为1.24亿元 在县府积极争取下获得花东基金补助5000万元 我们的北冰公园有沙滩排球 也有我们的风环 现在在进行我们的水上运动的这个 支持条例的定地 那未来的这个太平洋公园的北冰段 就是我们现在地处的这个地方 就属于会是比较属于儿童 以青少女以及动态的我们的沙滩排球3D的这个公园 以及我们现在的极限运动 那未来还有风帆水上的那整个北冰公园 那这个前面的绿草地这个部分会把它保留下来 未来都会成为一个亲子这个亲子party 或是很多方面来运用的 所以我们尽量希望把这个施工的时间缩短 所以其实整个外部的钢购钢管 以及这个很多的很多的这个领主件 其实都已经在工厂已经这个已经把它组装 只要带到这个现场就会组装 而延伸顶棚建设工程 以海洋为主轴的景观特色 薄膜顶棚外观彩波浪 以及鱼药水的意向进行设计 这项工程预计会在今年底前完工启用 记者刘明胜花脸采访报道 记者刘明胜花脸采访报道